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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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啊 子耀 你回來了 我問你 你為什麼指控紅營殺害若山 你有什麼證據 這小子是不是知道什麼了 子耀 有什麼話不能好好說嗎 非要大呼小叫的 人家都說呀 去了媳婦忘了娘 咱們家的媳婦都還沒過門呢 寶貝兒子就跟我成仇人了 你回答我 這是你跟媽說話的態度嗎 這是你做兒子的 跟媽說話的態度嗎 是 我是舉證了白紅營 但那是我親眼所見是事實 紅營不可能做出這種事的 沒聽說過事實無絕對 知人知面不知心嗎 我在現場 請問你在哪兒 許子耀 與其有空回來找我吵架 不如好好去問問你那個白紅營 是怎麼殺害楊若山的 好了好了 我們是一家人嘛 就不能坐下來好好說話嗎 好 兒子 我是你親媽 不管做什麼事情 一定投一個為你著想 我都是為你好 我早就說過 你跟那白紅營不合適 只是你當局者迷不清楚 不要談論我的感情 我自己心裡很清楚 好 那咱們就就事論事 現在白紅營人進了公安局 事情又鬧得這麼大 請問萬一要真的判了刑 你怎麼辦 如果真像你說的 你親眼看到 紅營殺害了若山 當時你為什麼不阻止她 我是沒有親眼看到她 殺害楊若山的經過 但是我看到他們兩個人的時候 我只看到你的白紅營 雙手沾滿鮮血 四周又沒有別人 那你說呀 不是她是誰 子藥 聽話 搬回來吧 我們一家人好好的過日子 我們藉此機會 和白家劃清界限 不可能 這件事情我一定會查清楚 我一定會 子藥 子藥 別叫了 你看 這孩子就一根基 隨她去 紅營怎麼可能會是殺人凶手 她那麼善良純真 不可能會有殺人的念頭 沒聽說過事實無絕對 知人知面不知心嗎 我在現場 請問你在哪兒 兒子 我是你親媽 不管做什麼事情 一定投一個為你著想 我都是為你好 我早就說過 你跟那白紅營不合適 只是你當局整迷不清楚 不可能 紅營不可能做出這種事的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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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來看紅營不順眼 紅營的一切 在她眼中都是問題 紅營可能只是無意間捲 入若曇受傷的事件裡 卻被馬緊咬著不放 沒錯 紅營不可能是殺人凶手 更何況 她和若山一向交好 她怎麼可能去無緣無故地 開車撞人 若山如果能夠快點醒來 這也切就能真相大白了 不可能 馬出面作證指控紅營 輿論很快就會對紅營不利 只要下去的話 紅營遲早會崩潰的 不行 現在最重要的是保護紅營 若山受傷她已經夠難過的了 我不能讓她再去承受這些 不必要的指控 我得跟博彦談談 她是若山的哥哥 如果她願意相信紅營 別人就沒有閒話可說了 別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珊珊 你看 天上的星星 他们就是爸爸和妈妈 他们在天上 看着珊珊呢 若珊 我知道 你一定是想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你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一定会很开心的 可是傻丫头 你可别忘了 还有我这个哥哥在这里 若珊儿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 这世上还有一个哥哥在等你 你丢下我 哥哥会很孤独的 你知道吗 对了 你不是说想去北极看极光吗 我已经差不多攒够钱了 等你醒过来 咱们就好好地计划计划 一起去旅游好不好 若珊 你听见我说话吗 若珊 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若珊 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若珊 你有没有听见我说话 若珊 你听见我啊 我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只是有些事情 我还是必须得让你知道 你来找我 是因为红莺吧 老实告诉你 现在我只担心我妹妹的安危 其他的事情 我一点也不想多费心思 这个我知道 但是我还是希望 你能够听听看 红莺会被怀疑杀害了若珊 那是因为有人指控她 但是现场并没有任何证据 能证明红莺就是杀害若珊的凶手 所以现在警方 也还在调查的阶段 现在你来 是想告诉我 红莺不是杀害我妹妹的凶手 红莺是什么样的人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才是 你先别认定是她犯的案 红莺要是知道了 她一定会很伤心的 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现在只担心我妹妹的安危 其他的事我不想管 只要我妹妹能够醒过来 要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愿意 若珊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跟我妹妹若珊 从小相依为命 好不容易 我工作了 有能力好好照顾她了 可是我没有想到 就发生这样的意外 如果有一天 只剩下我一个人 若珊真的有什么不幸的话 我 不会的 薄言 不会的 若珊有你这么好的哥哥 他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但愿如此吧 只是这件事情 现在还有很多疑点 我知道事发当天 红莺跟若珊 约了一起吃午饭 你知道他们见面的原因吗 这件事情 公安局已经来问过我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还有 我也不清楚 到底是不是红莺 伤害若珊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我希望你先别认定 是红莺犯的案 红莺跟若珊感情那么好 你都是很清楚的 她没有任何动机 要杀害若珊 这太不合理了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我妹妹若珊现在躺在病房里 叶叶一息 我心里面真的很乱 你还想让我做什么 配合你做什么案情推断 我做不到 到底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我根本就无法判断 伯燕对不起 是我不好 我只是认为 杀害若珊的凶手 绝对不可能是红莺 总之 我不管到底是谁干的 只要让我找到这个凶手 我就一定不会放过他 那杨伯燕还说了什么吗 大概就这些情况 据我观察 杨伯燕对白红莺就算没有敌意 他的态度已经开始动摇 他不会再轻易相信这个人了 很好 毕竟杨伯燕只有这么一个妹妹 要是连他的妹妹都醒不过来 我相信 杨伯燕一定不会原谅白红莺的 好 继续监视着 如果那个杨若珊醒了 马上告诉我 先这样 真是天助我也 你是说 没错 你想 御慧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现在就连杨伯燕 也成为我们的一枚棋子了 你的意思是 利用杨伯燕 现在对白红莺的仇恨 去鼓动他 让他扩大 进而使得杨伯燕 反过头来对付白玉天 没错 你想 白胡集团呢 是以设计为运作中心 而杨伯燕呢 是设计部的总监 他对白胡集团 后面几个案子都了如指掌 加上他在设计部的创作力 和业内的影响 那可比包山小海 不知道强多少倍呢 如果有了他的加盟 白胡集团 那可早晚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是啊 一个是女儿 一个是干将 那不就等于 断了白玉天的左右手了吗 这样不好吗 既然这样 我们就得好好地计划一下 下一步要怎么走 晓妮 csaf 梨见记 我跟你说 那杨伯燕因为他妹妹的关系 跟白红莺之间 已经有裂痕了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要好好利用 让这条裂痕扩到最大 最好让那杨伯彦 最后跟白与天反目成仇 平阿姨 你果然是现代女诸葛 我一定好好去照办 不过 现在 伯彦他妹妹那边的事情 警察还在那儿调查呢 我担心会查到我这边来 我一想到这个事情 有点害怕 傻瓜 有什么好怕的 你想想看 这现场除了我一个目击者之外 哪儿还有别人呢 所以你放心 明天开庭呢 我肯定 一口咬死是白红莺干的 这法院不信我 还能信谁啊 好好执行我交代你的计划 你放心 一定会成功的 既然平阿姨都这么说了 那我一定好好去做 谢谢平阿姨 平阿姨再见 快点吃啊 一副苦瓜相干吗 怎么办啊 没道理呀 这没道理吗 这 什么没道理 我就是想不通啊 这红英怎么能和杀人的案子 联系在一起呢 怎么不可能 你呀 糊涂到了极点 从小我就看他心思不安分 就你 傻乎乎地当他是个好人 就因为咱们从小看着他长大 所以才不会相信 他和杀人的案子联系在一起呀 这孩子又这么乖 乖什么乖啊 那怎么玉慧白被欺负了 好在我当时把他赶出家门 要不然可连累咱们了 我现在就想等着看 他什么时候会被判刑 你怎么这样说话呀 你想你的红英好了 还吃什么 我还不如留给我们玉慧吃呢 你说这孩子 怎么叫半天没回应啊 算了 算了 端过去给他吃 玉慧啊 怎么叫你个不答应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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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 这么大人了 还跟小孩似的 从床上掉下来 妈 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进门要敲门 刚才吓死我了 我去喊你一声 就把你吓成这样 让我看看你伤哪儿了 我没事 我看看 你这脚伤怎么了 你 你这脚怎么回事啊 我都跟你说了没事了 是不小心跌倒撞伤的 撞伤的 这明明是被人抓伤的 谁这么狠心把你抓成这样 妈 都跟你说了没事了 不要瞎猜了好吗 玉慧啊 你跟妈说到底谁欺负你了 你今天怎么这么反常啊 妈 都跟你说了不要胡思乱想了 好了 我要休息了 你快出去 好了 妈 出去出去出去 你玉米还没吃呢 不吃了不吃了 快出去快出去 出去啊 你这孩子 再见 玉慧 这孩子到底怎么了 奇怪 这丫头今天是有点不到劲啊 太奇怪了 怎么了 她的脚明明是被人抓伤的 我问她 她打死的不承认 非说是撞伤的 你说奇怪不奇怪啊 那也许真的就是撞伤了呢 怎么可能 那明明是抓伤的痕迹 女儿是我生的 我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肯定有事瞒着我们 什么 红英涉嫌杀害若珊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们 昨天晚上回来 已经很晚了 我看你们都睡了 就没吵你们 她现在人在哪里呀 在公安局 那我们去看她 不行 现在要见红英的话 必须要有律师陪同才可以看她 公安局 不是只有坏人才 才能进去的吗 仙 仙女姐姐进去干什么 熊熊 仙女姐姐一定是被坏人给陷害了 你知道的 仙女姐姐是好人对不对 对 仙女姐姐是个大好人 所以她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我们大家为仙女姐姐祈福好不好 好 好 白小姐 今天法院会开鸡鸭亭 我一定会向法官 争取让你交保 贺律师 你一定要帮我 我真的不想待在这儿 放心 我会尽力的 要我再带总监一职 伯彦已经向我请辞了 红英又卷入了官司中 现在公司的内部动荡不安 设计部又是公司的核心 我现在需要有人站出来 帮我稳定军心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帮我这个忙 我愿意 董事长 我当然愿意 请您放一百二十个心 我一定全力以赴 不负您所托 好 那我就把设计部门的单子 交给你了 咱们公司啊 下一季的产品 马上就要进入筹备阶段了 我希望你能好好帮我盯紧进度 您放心吧 董事长 我一定不负所托 一定把设计部盯得紧紧的 就像我管包山一样 对了 我今天还要去法院 您一会儿派个人代表公司 去探望一下伯彦和若珊 看看他那边有什么需要的 如果有需要 让他们尽管开口 董事长 您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这些慰问金 你帮我转交给伯彦 让他放心 若珊的医药费和住院的一切费用 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董事长 我一定替您转搭 等等 还有最后一件事 我希望你能帮我这个忙 以上就是董事长特别交代的 你们两个还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 虽然我们现在人力不足 但绝对不能因为这个 让进度落后 所以我必须在公司坐证盯梢 你们两个 谁有空帮我去医院看一下 杨总监和若珊 趁这个机会 去医院探查情况好了 我 我去 那你快去快回吧 众龄 跟我来一下 这正是岑身近了 啦 你对了好帮啊 但是董事长 希望你能主动辞职 是不是因为我妈 指控红莺伤害若珊的事情 董事长为了保护红莺 所以要我辞职 这个董事长没说 我也不方便猜测 董事长怎么交代的 我就怎么转达给你 希望你不要怪我 不会 那我先出去了 董事长 护审 今天我妹妹的状况怎么样 有没有好一点 还要继续观察 继续观察 那今天的主治医生呢 我想问一问她 主治医生啊 我帮你问一下吧 是吗 可护人 找我 可能找我 有没有 要想着 嗯 有没有 和 在这儿 有没有 我们 不知道 如今 不 所以 在这里 这个 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若珊如果醒来 她一定会说出真相 只有她死了 我才能安心 杨若珊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若珊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 不要自己吓自己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叔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放开我 放开我 终于慧 你给我老实点 你到底对我妹妹做了什么 伯爷 我只是看她脸上有脏东西 想把她拍掉而已 放开我 说吧 你来干什么 这是董事长给你的慰问金 你这什么意思 都说了是慰问金 那肯定是慰问你了 不需要 如果是真心的 就应该来医院看看我妹妹若珊 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她就应该亲自来医院 拿钱什么意思 是让我们接受施舍吗 把我们当成乞丐了 我知道 若珊发生这样的情况啊 你心里面肯定很伤心 但是 红莺是董事长的女儿 董事长 她肯定是偏袒红莺了 不管这件事情是谁做的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不论是谁干的 我一定要找出这个人来 她伤害了我的妹妹 我一定会让她后悔 让她非常后悔 不过现在嫌疑最大的 就是白红莺 如果白红莺真的是凶手的话 那你还报复吗 白家财大势大 你道得过他们吗 我现在不想讨论这个问题 我也不想去想 没有根据的假设 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去想 我只想找出这个人来 我要查出这个人到底是谁 但是我不希望 这件事情是白红莺做的 博焱 我懂你现在的心情 但是凭阿姨说了 她亲眼看到白红莺满手是血地 待在若山旁边 就算你再怎么不愿意 事实摆在你面前 你不得不信哪 可是现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 凭什么认定一定是红莺干的呢 我只是提醒你而已 因为你迟早有一天 会面对这样的现实 我听说白家 已经请了全城最贵的律师 来给红莺做辩护 到时候 你一个人势单力薄 你有想过 怎么去对抗白家吗 我说过了 我不想讨论这种假设性的问题 好 既然你不愿意回答我假设性的问题 那我现在跟你讲的话 你听着就好 不需要回答我 博焱 你很明白 你总有一天 会去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 我要是你的话 我就会给自己找一个非常强大的后盾 这样才能一击扳倒白湖这样的企业 好替你妹妹报仇 所谓敌人的敌人 就是你的朋友 你要想对抗白家 那你就得找上白家的敌人帮忙 好 病人应该换药了 好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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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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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妹妹怎么了 对没啊 医生会过来抢救的 若山 你先出去 若山 若山 你千万不能有事 若山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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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若山会这样 为什么 你别这样了 别这样了 就算你把这个墙敲碎了 你妹妹醒得过来嘛 你不想想 你妹妹为什么躺在这儿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若山 不要离开哥哥 若山 若山 你一定要坚持住 你会好起来的 不是说三点钟有消息吗 这都三点十五分了 怎么还没打来呢 可能红莹交保了 众龄太高兴 一时就忘了打了呗 那要是没交保呢 你还是打个电话问问吧 众龄啊 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阿姨 我跟您说一个好消息 法官现在因为找不到任何 红莹伤害若山的证据 已经裁定交保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交保了 红莹不用被关了 太 太好了 太好了 仙女姐姐 不 不用被关了 太好了 那是不是红莹就无罪了 众龄啊 那红莹现在是不是没事了啊 事情并不算完 红莹现在被限制出境 她每天要到公安局报到 继续接受调查 调查就调查呗 反正红莹是清白的嘛 对了 那我们可以去看红莹了吧 她现在在回家的路上 肯定有很多记者跟着 我去白家看看 如果能够见到面的话 我马上跟你们联系 好 好 好 那你自个儿当心啊 好 好 阿姨再见 法官怎么能轻易 让白红莹交保啊 你说 是不是 那白羽天塞前了 本来呢 凭你的一面之词 就很难定她的罪 再说了 现场又没有证人 交保本来就是预料之中的 对了 那就赶紧想办法呀 现在是我们打垮白家最好的时机 绝不能轻言放弃 你别着急 会有办法的 只要杨若珊还没有醒过来 我们就还有机会 再说了 红莹是唯一的嫌疑人 法官又把她放出来 我求之不得啊 你是怎么想的呀 我们只要放出百家千金 逍遥法外的消息 得到杨伯燕应该不难 他们两个交情那么好 我怕杨伯燕不见得愿意投靠我们 只要按照咱们上次的计划形式 再好的交情也得散 红莹 你别担心 爸爸一定想办法 证明你是清白的 爸 我现在进去医院趴着入山 这个时候去不太方便吧 你看这些记者 个个都虎视眈眈的 到时候这些消息 发到网上去也不好处理 这样吧 我们先回家 让你们安心 这红莹怎么还没回来 急死人了 太太 那些新闻记者 简直布下天罗地网 连后院和外面全都有人看管 那等会儿红莹回来 他怎么进门呢 好 真不乱天啊 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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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快快 路日长 他们又来了 我们绕一下 走后门吧 这是白家 我们为什么要让他们呢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大军 你往前看 不行 董事长 我我不去啊 他们就打中了 走开 走开 大军 快走 搅拴我了 走开 走开 你们走开 大军 走 走开 走开 红莺 这儿啊 太太 太太 不好了 我们出事了 出大事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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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莺 红莺 警察现在已经在调查了 我也不方便回答 你们先让一让吧 红莺 红莺 雨晴 女皇 快点帮忙 红莺 快帮忙啊 让一让 来 你们走开 走开 干什么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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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我们不能进去 对对 不能进去 让一让 快快快 快进来 这些人怎么那么凶啊 你们还好吧 众莺 你怎么样了 没事 放心吧 还说没事 我去给你拿药 不用了 爸 众莺是为了我们 才会这样的 你怎么能这样对人家呢 红莺 你回来就好了 我现在就走 你别走 我这是在捍卫我的权益 红莺 我花心思绑你出来 你就这样对我吗 你们父女俩是怎么回事啊 一回来就吵成这个样子 是想吵给外面人看是吧 那我现在去开门 外面想看的人很多呢 我没有想从哭 她以为我 我 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